这是什么比赛 李中伟又一次使出 王子敏事在扣杀完之后 陆氏对手非常霸气 这是什么比赛 36岁的李中伟居然能够在比赛中 杀出417公里每小时的使出 这年龄真的是真实的吗 这是2018年马来西亚公开赛 并临退役的李中伟对上林丹杀手 15级亚托 都说大马赛的李中伟是无敌的 这次我们就来看看36岁的李中伟 在大马赛能爆发出什么能量 第一局比赛双方来到7比7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对决 又是高质量的放完后直接挑杀对角 这一球的时速高达417公里每小时 也是李中伟生涯最快一球 或许有人看着速度好像不快 但是这是因为视角问题 如果你站在对面你就知道多快了 苏奇亚没有被这样的刹球打崩了 依然能够反击 这个球李中伟就能反过来真的是神奇 凡是苏奇亚托一下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收了 继续一个批掉 你根本不知道我的球要怎么打过来 李中伟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强王的手 后场直接一个切球得手 这球是完全骗过了苏奇亚托啊 李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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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球来一下 李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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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继续跳杀 李中伟的身体数字真的是出色 这球已经达到400公里每小时啊 一 这种多拍对老将来说非常不利 所以李中尾不停在加速去进攻 苏吉亚图找到机会也是直接一排突击 李中尾被杀了一排第二排明显就有防备 不过李中尾的招牌底线判断又一次失误了 直接杀追身既然防不住那我就进攻打你 再来一个跳沙 头顶区的批大队脚李中尾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最后又是一个进步的跳沙对角得手 李中尾尖然拿下第一局比赛 从第一局比赛后面几个球可以看出李中尾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彻底打开的李中尾在第二局持续爆发 批掉往前后又是一个直接跳沙 这个不仅仅是技术的体现更是身体素质的体现 直接偷发一个后场这个球偷到了 继续突击第二局的李中尾就是要快刀斩乱麻 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后场球 苏吉亚托这个判断有点差距太大了 这个突击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换了一个视角我们就可以看到李中尾的每个杀球的速度多恐怖 所以主要是在世界上开球 看起来一个视角它是3号的 这只赛他以为成为的 乃波斯打到第二局李中尾也能够疯狂的去扩刹 在宾本投资中的几个人 尾巴斯打到第二局李中尾也能够疯狂的扩杀 继续突击,苏吉丫头轮断被杀懵了 继续挑杀,李仲伟这个时候还使出了自己的王子面试非常霸气 这球之后比赛就彻底没有悬炼了 苏吉丫头也是扣杀之后,一直盯着李仲伟学习对方的风格 李仲伟又是一个高级批掉的时候,拿到比赛的赛点了 最后,李仲伟又有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勾对角的时候 轻松拿下苏吉丫脱 最后的故事里面也知道,李仲伟战胜颠峰的淘定选手 拿下了这些生涯最后一个公开赛冠军 最上的李仲伟真的是用光了生涯末期最后的设计状态 这就是大马赛的李仲伟 给你带来的李仲伟 带来的李仲伟 我所创造的李仲伟 这就是这些设计的东西